- 歡迎來到L的好奇心劇了嗎? 我是Bella跟L差一個字 我非常好奇我這樣講話你們聽得到嗎? 對於一個很愛講話跟大聲講話的人而言 我非常好奇我這樣講話可以撐多久 今天我要挑戰用ASMR的方式來切一些平常你非常熟悉或不熟悉的蔬果 以及我要留住一杯健康的蔬果汁 小黃瓜 通常的小黃瓜你想怎麼切都無所謂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呢它最後都會被打爛 我是一個非常有好奇心的人 因為我是什麼? 雙子座 只要便利商店有新的飲料商家 我管他好不好喝 我都一定會買來喝 有一個水果我非常好奇 這個叫做墨別鍋 但我覺得它很像IJ網裡面那個惡魔鍋 對不對? 聽聽看是什麼聲音 我來吃吃看 我來吃吃看 沒什麼味道欸 很Q 然後沒有甜 沒有酸 沒有果味 它 有一點無聊 蘋果 我們用小的 我來挑戰一道不斷 斷了 我做過最瘋狂的事 跟某一人 我沒有很喜歡的男生 一起去 跳高空彈跳 應該很療癒吧 這個是 再最後一道 一公仔 打正 再去 幾乎 還去 走 為你 走 我小時候曾經因為 對於一件事情很好奇 就是要拧毛巾 我好奇說我到底可不可以把它拧得很乾很乾 所以我就把它掛在那個掛毛巾的橫杠上面 然後這樣轉還不夠還這樣轉 結果啊用力過夢把我們家那個橫杠扭斷了 然後我就被我爸罵得半死 這個很像什麼聲音你知道嗎 啊 聽我一下 聽我一下 我對於不安全感的定義是什麼 我是一個很容易很有安全感的人 有一種遊戲就是你往後倒 然後人家會借助你那高瞄 我一下怎麼後倒 如果你對很多事情都感到不乾 我覺得改變可以讓你產生好奇心 我以前沒有練瑜伽 我就約了瑜伽老師來家裡上課 然後我就發現原來身體有很多很多的可能 甚至你會發現原來我可以是個瑜伽器材 所以不要害怕去嘗試 然後勇敢的去改變 水果 蘋果還有檸檬 做得也很不錯 它就可以讓蔬菜的味道淡化一點 是不是很好奇這是什麼味道 這個味道只有我知道 OK想知道是什麼味道 就來L好奇心的俱樂部 我會等著你喔 Cheers 我給你們講一個酪梨的吃法 就是加醬油在芥末 超像鮪魚的 你們一定要試試看 吃不到黑鮪魚都沒關係 吃酪梨就有了